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要直播分享的車種別呢 是Honda Fit 代號是GK 第三代的Fit 台灣的話呢一代沒有進 台灣的話呢只有二代跟三代 那三代的話 變速箱 變速箱已經跟之前的就不一樣了 那今天的施工內容呢 是安裝了 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基本上這台車呢 目前呢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設定 唯一今天要改裝的項目呢 就是避震器的部分 那前面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這顆引擎應該也是1.5升的 沒記錯的話這台應該已經是 配置了CVT的變速箱 那這台車呢是2015年的 然後前面的上座 這台車跟之前齁 一些車種呢介紹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呢 它的避震器的形式型態齁 前面一樣是賣花層 後面脫衣幣啦 那前面賣花層的部分齁 它的上座呢 一般我們會鎖了 兩顆螺絲 三顆螺絲 甚至是四顆螺絲 那這顆上座齁 跟之前的有介紹的Vios FIT啦 SWEEP啦 還有一些小車呢 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齁 它的上座呢 就是只有一個小軸層 然後一個橡皮 那它很貼心 也做跟那個TIDA一樣 也做了一個維修孔齁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就做屬尼的調整 KT的話呢 都是高低 軟硬可以調整 所以從這個地方 像我這樣順時鐘 它就會變硬 逆時針條 它就變軟 KT的軟硬調整區間齁 一共有30段可以調整 這個是台灣也是賣得很好的小車之一 在前面的部分齁 前面的部分呢 一些配件的部分齁 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 一樣不用再改離載串 所以就直接把原廠離載串 鎖點 直接跟原廠做的一樣 那不用再改離載串 這個也有 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也有設計變更過了齁 那這個的是 ABS油管架的固定位置 這個是 煞車油管齁 所以這些的固定位置呢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那前面的話呢 這台車其實還蠻輕的齁 大概一千公斤上下 所以前面的話呢 台灣公斤數 我們配置的五公斤 配置的五公斤 這台車最低 降到最低 差不多可以升半十幅左右 這是HONDA的FIT 後面的話 也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齁 它一樣是拖曳地的系統 彈簧跟第二季分開 後面的話 我們查看 彈簧攻擊數還蠻大捲的齁 因為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它比較舒適一些 所以後面配置大概3到3.2公斤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那後面的上面的部分 上座 它其實不算是上座啦 算是一個 呃 上座橡皮的固定座 這些零件呢 就都需要沿用原廠 那我們做了一個 防塵套 這個防塵套的密合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剛好可以合這個統心 所以它的這個呢 就不會全部都皺折 那造成了日後這裡的 鏽石狀況 這是我們也為了這台車呢 做了專用 專用的那個防塵套 滿頭的話 這個就是一般 這種軸心的話 都是適用這個規格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防塵套 還有上座橡皮的部分 因為它的組裝方式啊 比較繁瑣一些 所以上座橡皮啊 沿用的話 它我們都會附了一個說明書 會附了一個說明書 讓計時可以 參照說明書上面的 組裝方式來做組裝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三代FIT呢 它跟二代比較不太一樣 它需要啊 把這個的那個 飾板把它拆開之後 變焰器呢 是藏在裡面 所以這個在 調整上面的話 就需要 我鏡頭拉遠 把這個飾板把它拆掉之後呢 才有辦法做主牛的調整 那主牛的調整 如果啊 車主的話 需要比較方便調整 也有的會在這裡 割一個MOSIKO 在這上面 就直接做主牛的調整 哈囉 大俠你好 小豬你好 這個是後面的FIT GK三代的那個一些 設計 這個是 左後 左後 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 配置3公 3.2公斤的彈簧 這是後面的 後面的話呢 當然是 統身跟便器分開的機構 那我來介紹一下 前面它調整車高的方式 好的 前面調整車高的方式 它呢 並不是靠 預載彈簧來改變車高 它是靠腳管的長短來改變車高 所以不用啊 不用再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的高低 調整的區間範圍啊 相當的寬 相當的寬寬 最低幾乎可以到 最低幾乎可以到 最低幾乎可以輪胎跟葉子板切齊 最高的話呢 跟原廠一樣 大概三指幅的高度 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它能調整區 高低的區間範圍啊 相當的寬寬 這個是我在 KT在FIT上面的設定 來看一下右前 右前正在施工 那這個 前面呢 等一下還會再放上阻尼調整感 因為現在才剛裝好而已啊 這個是固定扣具 然後這個是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的位置 離載串 這個都直接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這台車才開三萬多公里 所以剛剛也特別拆下來之後 檢視一下離載串 狀況是還都OK啦 所以幾乎都可以沿用原廠的東西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的動作呢 那其實現在的動作就是要把 它調整感把它放上去 那這台車會比施工時間還算還OK啦 因為最主要呢 需要把前面呢 前面上座的軸層 把它拆下來 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安裝上KT的避震器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呢 需要把前面 把前面的避震器做分解的動作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拆下來 這小車其實它的彈簧其實原廠的行程其實也不多啦 大概300出頭 鏡頭拉遠一點 這台是 台灣也是賣得非常好的小車 FIT3代 代號是GK 黑色的好像比較少見 比較常看到的應該是白色的 這個是前面 這是FIT3代號 GK前面的避震器 那我們剛剛 我剛剛說的呢 把這個前面的上座軸層跟橡皮拆下來 指的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不能直接拆螺絲啊 拆螺絲這個彈簧就就就彈出來 就有危險 所以需要把彈簧稍微預載之後呢 再用一顆19迷你的羅帽 把它拆開之後才有辦法把這個的軸層 還有上副的橡皮 把它分解啊 拆下來使用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ok了齁 正把那個調整桿把它放上去齁 這上面的空間其實有一點小啦 現在要把調整桿放上去的話呢 可能有時候還要再給拆一下東西 基本上已經都ok了齁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再把那個 托盤齁 托盤的部分呢 稍微敲緊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裝上輪胎 裝上輪胎之後 對了 本來這台車原廠大概是35左右 那今天車主的要求是大概兩尺到一尺半左右 所以大概車刀設定到差不多之後呢 就會就會試車了 這小型的仙背車 所以把後座打平之後的空間其實很好使用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器座 這台應該是有跌殺 後面後跌殺可以改 那我們其實就只有剩下 左前還沒有施工完畢 施工完畢之後呢 就要把車降下來就會大概 大概試一下高度 主尼的話呢 這一台目前是原廠的1855-56的規格 那這一台應該是配置普利斯通的輪胎 普利斯通的1R370 這個台幣的話算中間 所以等一下應該會把主尼 調到前面十六 十四到十六段之間應該都還ok 這個都還是原廠規格 1855-56 這個是原廠的螺 那個螺帽 Honda的車系呢 都是1.5的 這個好像有一點弧度 原廠的 這個也是半球面的 那個螺帽 如果這種的 這種的原廠旅圈 其實呢 就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不建議 用改裝 像我們自己家有做這個7075的螺帽 這個的角度呢 這個是60度的 60度的斜角 跟原廠的球面規格 比較沒有那麼match 所以就會建議還是用原廠的 比較 密合度會比較好 調整桿放了上去嗎 上面的空間比較小 所以比較難弄一些 這邊條第幾段哈 15段 我們就會先把它的那個 放回去 給我一隻手而已 這裡有一個扣具 這裡有一個扣具 放下去之後 壓下去往下壓 壓平 這裡有扣具扣嗎 那這膠條來 稍微壓好 壓下去就好 啊這邊這邊敲了嗎 敲了 那這邊這邊可以上開 OK 那今天的FIT 我們記得沒有直播過啦 所以剛好有FIT的話 就開個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安裝的一些流程 這台車其實日汽車拆裝上 都還蠻精簡空實的 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就能夠 一個多小時就能夠 設定完成 那如果還要再調微調車高之類的 就會比較耗時 OK 所以今天的FIT HONDA FIT MK3的1.5升 直播 安裝KTE避震器的分享 就大概到這裡 如果各位FIT的車友呢 對KTE避震器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要試乘 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很歡迎啊 車友跟我們後台的 私訊小編 他們會幫你安排 不論是 從台北的 台北到 高雄 平東 我們都已經有配合的 店家廠商 甚至是宜蘭 華東地區呢 也都有店家可以為大家服務啊 所以 如果各位車友呢 有要安裝KTE的避震器呢 很歡迎 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有問題 也很希望 也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公司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等一下呢 應該啦 還是有另外一部車 日系的 Honda 那個 Toyota的阿提斯 如果在有 安裝的時候 等一下一樣會開直播 跟大家分享 阿提斯的話 已經 那個直播分享過好幾次了 所以就 就一樣 還是會開個直播 跟大家一下 分享一下 那個安裝的流程 好 那今天的直播分享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掰掰